现在你关心的是 昨天是中秋节补上班的日子 台股独家开盘 因为位置休假 所以量能只有不到400亿元 创下过去四年半以来的新低 也投资人也开始担心 下周就是中秋节了 有没有中秋变盘的可能性呢 其实我们发了过去五年的资料发现 在中秋节过后的一周 就只有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这个周跌幅是比较深的 来到了5.4% 而其他呢 其实都是有涨有跌的 因此分析师也要投资人 不用过于的担心 因为本周的这个中秋节之外呢 还有国内外的利多消息加持 所以台股还是可以乐观期待的 马王战争风暴 台股步步惊心 上周连续三个交易日开低走高 周六台股独家开市 主力外资休假 成交量萎缩到385亿 指数收在8142.48点 周线终结零二红 小跌21.72点作收 由于马王战争还没解决 再加上美国FOMC会议 将会讨论QE退场机制 美国债务上限问题也再度浮现 都引起投资人关注 不过分析师认为 除非造成立即性的政党轮替风险 否则对于台股的影响 并不会太过剧烈 反倒是本周立法院开议 两岸不冒协议进度 将会成为观察重点 能够在17号开议之后 这个法案的进度会比较 有一点成型或者有一点眉目的法 那我想对整个台股 势必就一定会有比较振奋 整形的激励 遇上中秋连续假期 本周台股只有三个交易日 随着苹果上市预购热潮 带动相关类股 中国十一长假消费力大增 再加上外资倾向偏多操作 分析师认为在中秋节过后 磐石较容易有表现空间 在上半年上方的压力区 我们认为可能短期上 还是会构成压力 但是随着电子的旺季效应 以及十一长假的效应 我们认为说 对于后市的磐石来讲 我们还是证明偏向乐观 不过9月台指期还有选择权 都即将在周三结算 让市场观望气氛 还是相当浓厚 UDNTV严雅芳 前面群邱欣仪综合报道